如果你能看到阿飘会怎么做 巴仔就获得了这样的能力 不过他却感觉很痛苦 事情还要从一次意外说起 这天晚上一道闪电从天而降 辛普森家的路由器被损坏了 没了网络让一家人无所事事 这时巴仔发现弗兰德家可以上网 或许可以找他要密码 侯莫义正言辞地拒绝 这样的做法太失礼了 我们应该直接去借路由器 众所周知 侯莫所谓的借就是直接去拿 他需要爬到弗兰德家的阁楼上 然后把路由器借出来 不过梯子显然难以承受喉莫之重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巴仔上去 放心吧我会给你扶着梯子的 然而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巴仔遭到电击后陷入了昏迷 医生表示现在只要和他聊天就行 被闪电击中的人很容易被外界影响 好了现在我要去打高尔夫球了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丽莎看着昏迷的巴仔纠结起来 他经常搞恶作剧捉弄我 要不要趁现在报复一下呢 最终内心的小恶魔战胜了善良 丽莎在巴仔的耳边讲起了恐怖的恶龙故事 巴仔竟然笑了是怎么回事 看来这个故事对恶魔之子来说太简单了 那就换一个所有人都害怕的 关于死亡的故事 随着丽莎的讲述 巴仔的脑子里疯狂的运转起来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巴仔被雷声惊醒了过来 门外还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来人竟然是弗兰德的前妻莫德 不 确切的说是来鬼 这样的场面吓得巴仔连连后退 第二天巴仔在书屋里摆满了驱轨的十字架 不过显然没什么卵用 慌乱当中他拿起了红沫的臭袜子 好似见到巴仔的奇怪举动 给他推荐了一位心理医生 在见到医生后 巴仔讲述了能看到阿飘的事 医生听后非但没有惊讶 还表示了理解 你的精神没问题 因为看到的那些都是真的 不信的话你去沙发后边看看 这个心理医生竟然也是阿飘 巴仔能看到阿飘的事 一下就传开了 其他的阿飘纷纷来找他完成遗愿 有的是要惩罚叛徒 有的要报复火车 接下来要完成的 就是弗兰德的前妻莫德的遗愿 他的心愿是要找害死了他的人报仇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件旧事 当年侯莫去看比赛的时候 利用自己庞大的身躯 吸引T恤炮的攻击 结果在关键时刻弯腰去捡东西 倒霉的莫德就这样死了 可怜的弗兰德失去了棋子 莫德看到这样的结果 终于能安心离开了 正当巴仔松了口气的时候 侯莫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他竟然也变成了阿飘 巴仔对于这样的结果很难过 是他害死了老爸 侯莫倒是不太在乎 我从没感觉身体这么轻盈过 说着就要向天堂飞去 不甘心的巴仔决定阻止 现实世界中 巴仔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弱 病床边的丽莎被吓得手足无措 责怪自己不应该这么恶搞的 在哀求的哭泣声当中 巴仔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你把这些悲惊在我的心里 是的 你能教我做的吗 我猜 你能帮我把爸爸做的吗 不 到处